歷經了數個世代的眼鏡 從1974年問世到現在的Golf 已經有將近50年的歷史 它除了是Forswagon揮下 最重要的代表作品之一 德系品牌 我們如果講到Golf 它同樣佔有經典的一席地位 那累積八個世代的眼鏡 Forswagon的Golf除了 它的銷售表現上 已經以千萬的數量來累積之外呢 當然它也隨著世代的眼鏡 在整個科技配備上做出了一些調整 包含了數位化駕駛介面 先進主動安全配備這樣的科技 同樣也是在Golf的車型上 我們可以看得到 那更關鍵的事情是 電能化的一個趨勢 同樣也在動力科技上有所導入 無論科技怎麼演變 Forswagon Golf不變的是 德系系統對於駕駛樂趣的堅持 台灣福士汽車在國內市場 針對第八代的Golf車系 同樣推出了多種的車型選擇 除了性能代表的GTI之外呢 這一台Golf的280 ETSI R-Line 同樣有著R-Line的專屬內外觀配備 其實我們之前已經試駕過了 所以這次呢 我們就簡單介紹一下外觀以及內裝 在外觀的部分呢 它擁有R-Line的專屬套件 車頭可以看得到就是R-Line的專屬灰式 有一個R字 然後另外呢 在保桿的部分 下氣霸的部分 擁有比較侵略性的一個造型設計 最重要的部分呢 是R-Line它之所以 擁有比較高的一個產品定位 就是它在配備設定上也是比較豐富 它直接就標配了IQ Lite的頭燈組 那至於在車側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 今天試駕的這一台呢 它配的是18吋的胎圈組 然後車側呢 同樣也有一些空力套件黑色的飾調 那整體的造型 展現它比較動感的一個面貌 在車尾的部分呢 R-Line同樣有專屬的一個設定 那就是我們可以看到 有鍍鉻式樣的 胃雙出排氣管 坐進駕駛座舱 我們就會發現 許多的R-Line元素 那我們可以看到 在方向盤上面 這有一個R的字樣 座椅的椅背這邊 也有一個R的字樣 這些都是R-Line的專屬式樣 另外呢 就是在整個駕駛座舱 它同樣有一些設計 像這個握把的部分 它是採用不同的材質 底部這邊是D字形的 運動化方向盤 再來是大家看到這邊 就是一個類碳纖維的一個式樣 除了營造出比較運動感的氛圍之外 最關鍵的部分是在於 數位化的駕駛座舱呢 原廠稱之為Innovision Copy 至於駕駛正前方的 這個10.25吋的儀表 他們稱之為Digital Copy Pro 中控螢幕的部分呢 它其實是一個10吋Discover Pro 多媒體鏡面觸控主機 然後再來是中間看到這邊 是採用鋼琴烤漆的 在駕駛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 這兩個數位螢幕 其實是比較整體的一個感覺 大家可以仔細看一下 在整個駕駛座舱的部分 其實按鈕並不多 夏天天氣熱 如果你今天第一次開的時候 你可能會找不到空調的介面 中控螢幕下方這邊有一個 稱之為Touch Slider的 控制的一個介面 你如果直接滑動的話 它就會出現的是溫度 然後再來這個是音量大小的部分 那你會想說 我去哪找空調的其他設定 中央出風口的中間呢 它有一個冷氣的符號 我們來按按看大家就知道 按下去 這時候就直接出現了空調的介面 包含了風大風小 甚至於你看還可以選 智慧空調 傳統空調 進化空氣 那我們當然是用傳統空調 來控制風量的出風口 比如說風小一點 這時候按下去Assist 就是有IQ Drive的一個顯示 當然這個我們等一下在行進間的時候 我們再來體驗IQ Drive的一個魅力 另外一個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它也有APP Connect的部分 它其實就是Apple CarPlay 那對於駕駛人來說 當然是比較便利的一件事情 那當然你也可以一個主畫面 就直接顯示所謂的導航功能 我們先來看一下儀表的部分 在方盤右盤幅上面的一個按鈕 如果今天選擇View的時候 它可以進行切換 然後我選擇 將導航系統顯示在正中央 當然也可以選擇改變變成 駕駛輔助功能的一個顯示 這個是行車資訊的一個內容 有些人可能不喜歡太複雜的資訊顯示 那如果我們今天是在 駕駛模式運動化的時候 它這時候大家看到就是比較紅 中控螢幕數位儀表的部分 它都做出了一個改變 就包含了這個資訊有沒有 整個紅通通 雙環的部分它也特別是以紅色來顯示 這是一個比較運動化的駕駛模式 先進主動安全配備 也就是貼近於自動駕駛的一個科技 現在在整個市場上 當然是相當重要的一件事情 在國內市場呢 這也幾乎可以說是需要標配的一個產品 那我們試駕的這台GOLF280 ETSI 它同樣標配有iQ-Drive智慧駕駛輔助系統 那這套系統呢 其實就是FW揮下的先進主動安全配備 那現在在幾乎許多車上它也都有設置 它基本上整合了許多功能 包含了我們主動跟車的ACC AEB的車側盲點 車道維持的輔助跟修正 那這些輔助的配備呢 我們可以透過表格 就可以看得到比較完整的一個設定 那最關鍵的部分呢 是在於Travel Assist 也就是都會穿梭系統 那透過按鈕呢 我們只要按下去 它基本上就是會幫你把ACC 車道維持輔助跟修正的功能 都幫你開啟 那開啟之後呢 駕駛上你就會覺得比較輕鬆 都會區可能偶爾可以小用一下 尤其是塞車車陣的時候 那另外一個就是在高速公路的時候 如果我們今天只要按下這些按鈕 我們也可以在選擇的項目上 將車道輔助的功能給開啟 在儀標板的部分 就可以看到前車 車側的部分 剛剛也有閃一些警示燈號 來告訴我們說 現在車側的部分 後面有車輛經過 大家要注意一下安全 好 我們現在在市區中 然後我們現在開啟 那因為時速比較低 所以我現在把它設定 有了 那現在時速32 我把它調到40 那基本上我們現在就是可以 不用去管油門與煞車 然後這個按鍵按下去之後呢 大家看到我現在就是主動跟車 或只要控制好我的方向盤之後 就可以了 這套系統在一般的都會區 所以實用上你可能會覺得說還好 因為其實速度並沒有很快 但是如果我們今天是在 長里程駕馭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這個的方便 便利性是相當高的 另外呢就是會提供你 比較多的一個輔助 那在行駛上你也會覺得比較輕鬆 你看現在它就主動進行了煞車 然後慢慢的跟隨 然後慢慢到停 那根據這套系統 它其實在整個煞停等待的時間 其實慢慢的變長了 可以減少說我還需要去按按鈕 然後還需要再去踩煞車 才能再次啟動系統的一個設定 這其實是A-DAS 也就是先進主安全配備的一個提升 那這也代表了我們接下來與自動駕駛 其實是越來越近的一個感覺 GOLF 280 ETSI它搭載的是1.5升的渦輪引擎 另外它也搭配了48V輕油電混合動力系統 採用的是BSG的版本 原則上就是在時速20以下呢 它可以提早讓引擎先進行休息 降低耗能的一個表現 那另外呢 它同時也可以在你起步的時候提供動力輔助 那這套48V系統最大的輔助力道呢 大概是超過12匹的馬力 另外呢就是可以有5.1公斤米的扭力輔助 至於整個1.5升渦輪引擎的部分呢 可以提供大概150P 以及超過25公斤米的一個扭力水準 變速系統採用的是7速DSG 同時它也導入了動態磁筆轉向系統 整體來說呢 這些配置讓GOLF ETSI駕馭充滿了一個樂趣 我現在在山路 那我現在還是在舒適的模式 也就是一般的模式下 感覺到轉向其實相當輕快跟俐落 這是現行福斯集團 我們可以感受到的底盤的特色 駕馭樂趣可以說相當的輕快 另外呢 DSG我們剛剛也有提到 它的變速系統 透過方向盤換檔撥片 我可以做出一些調整 因為我們現在還是在舒適模式 所以這時候我來切換一下駕駛模式 我把它改成運動的版本 這時候呢你就會立馬聽到引擎的聲浪往上提升了 也就是說它的轉速的延展性做得比較好 然後我現在只是稍稍將油門加了一點點 它就會感覺到 動力的延展性會好很多 另外我現在把它進入S模式 好 大家可以聽到有沒有聲浪 當然就是說現在逐步的邁入了電動化的一個世代 所以整體來說你會覺得電動車在加速性 在效能的表現上好像更強 但是傳統引擎的配置 然後如果再加入48V的系統 用意就是希望能讓整個效能跟性能同時能維持住 當然效能的話還是取決於說你的右腳 如果我現在想要享受一些引擎聲浪的時候 就可以稍微讓轉速拉伸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現在就是其實整個轉向非常的順暢 當然我們速度也是因為前車的關係 所以速度沒有到特快啦 我可以感覺到整個指向性 然後再來是底盤的紮實度 最關鍵的部分在於底盤 也就是懸吊系統的設定 讓你覺得它其實很舒服 並不會覺得說它太過僵硬或者是太過柔軟 你知道有些車如果太過柔軟的乘坐的人員 就會覺得不是很舒服 但如果是像現在這樣的設定 其實很Q的支撐性也夠 甚至於等一下有可能要煞車 比如說我們現在減速 然後進彎 整個轉向的部分我覺得非常的出色 那你這時候就會覺得說 這個德系的操控的本質清楚的展現出來 我想這就是Golf最迷人的地方 因為就算在整個世代 我們包含了剛前提到的48V 也就是電能系統的科技導入 另外大家可以看到的數位駕駛座艙 甚至於說ADAS讓你在高速公路的時候 在行進間你會覺得說我變得很輕鬆 我不用控制油門 交換系統去幫我處理 然後它可以提供更多的一個安全防護 但是如果你今天想要享受駕馭樂趣的時候 這樣的一個設定還是會讓許多熱血的車迷感到喜愛的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